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架起路障还有大批警力戒备 为了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 当地不少场所早已提前封锁 并把习近平预计到访的地区化为核心保安区 周遭则列为保安区 消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旦亲身来香港 很可能会搭高铁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习近平和彭丽媛30号下午将从深圳搭乘高铁 前往香港西九龙高铁总镇 接着到会展中心接见官员 而彭丽媛则会参观西九戏取中心 但两人当天晚上并不会过夜 而园令的晚宴传出因为疫情关系 港府决定临时取消 有传令一个行情地点包括参观科学园 原来多处风路 大批警员逊落 7月1号庆祝活动当天 习近平将再度前往香港 出席主权移交二十五周年大会 并在新任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演说 不过这个重要日子老天似乎不太少脸 习近平防港前夕风暴来袭 为在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逐渐增强 二十九号晚间香港天文台已经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不过根据气象预报7月1号当天风势可能会比30号更强 不排除再发布更高一级的三号强风信号 华视新闻的如影编译